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準備好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你今天要怎麼樣去做這個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畫面稍微縮小一點 你可以就放到旁邊 不過我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可以的話我們拍影片 最好不要滿到這裡 所以滿到這裡就是頭頂到那個 因為這樣完全沒有任何的裁切空間 就是四周還是要稍微留一點點距離 可以的話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我現在點到下面這個藍色影片 有沒有一個叫做修改 上面有沒有叫修改 你也可以點兩下 在這裡點兩下也可以 或者按上面這個修改都OK 來你看我把它按一下修改 你會進到所謂的那個叫做 植母畫面設計師 有沒有 他有沒有獨立的視窗跑出來了 你可以把它變大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這樣比較小我就把它變大一點 這樣有看到了齁 好 那哪裡有去背 這裡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有一個叫做色度去背 色度去背 請你把它勾起來 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 一點 哇 不是去藍色 是去黑色 哈哈哈哈 你看老師變透明了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浴色的顏色有沒有抓到是黑色 我們現在要的不是黑色 所以你按一下這個滴管 我要的是藍色 有沒有去掉了 所以你可以稍微拉動看看喔 是不是效果還不錯 這樣會了嗎 所以其實我們不見得一定要進到所謂的攝影棚裡面去 你透過這樣的藍幕綠幕 其實現場效果就可以做得蠻不錯 因為威力導演在這一塊還蠻好的 那如果說像剛剛前面這一段 因為它這裡其實有一個沒有 有沒有這裡 沒有的話怎麼辦 你可以搭配這個叫遮罩 有沒有遮罩 遮罩就是我把比如說我只要出現 所以我就抓這一塊就好了 你了解意思了嗎 那旁邊就會被遮住嘛 你看我進到遮罩裡面 好 它裡面有幾個預設的遮罩 有看到的齁 你就可以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 比如說我點了這個 有沒有弄到了 那你點了之後 我可以稍微移動過來 誒剛好就是我們要的範圍嘛 那萬一如果說 誒這樣還不行喔 你可以再拉 可是有沒有發現好像拉不動 拉到這邊就緊繃了對吧 為什麼 因為它預設是有鎖住等比例 這裡有鎖住等比例 所以怎麼辦 在這個地方 物件設定裡面齁 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維時遮罩顯示比例 你把它關掉就好 好 你看我把它關掉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過來一點點 有沒有 可是我不要這裡嘛 不要這邊 這樣這個就OK了 所以你看回到內容 就是我們遮罩裡面 最前面這裡就會自動脈去掉 這樣會不會 不過這裡有一個不是很OK 有沒有 因為這個顏色其實 比較暗一點點 不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那個藍色 所以如果說你發現這樣 有一點點的 我們可以透過下面這邊做一些微調 因為我剛剛很單純是不是吸顏色而已 可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色調的一個容許度 再把它放寬一點 你看我把它再放寬一點 你就注意一下這邊的變化 看看有沒有再去的好一些 然後呢這裡一樣容許的 有沒有發現我這樣過來這裡就去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們原則上調整 就由上而下調整 如果萬一不行 就稍微再調一下 那明亮度也可以再調整一下 有沒有發現差很多 有沒有 他就再稍微做一下 好 差不多這樣子 那清晰度就是我們邊緣的清晰度 你要比較清晰還是比較柔和一點 那如果沒問題你就按儲存 這樣你就離開這個叫子母畫面設計師 回到你原來的畫面了 你可以稍微play看看 不過我們這邊如果電腦比較過不動的 你就稍微點一下點一下就好了 就大概看一下它的一個使用情形 這樣有沒有問題 不會太難對不對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動作要做 因為要輸出嘛 那輸出怎麼做 因為我已經編輯完了 我們就進到上面這個叫輸出檔案 那因為目前呢 我們用的是什麼 特別版 對不對 所以它的輸出部分其實是有一些限制 但是沒有關係 它還是可以最高輸出到什麼 Full HD 我想在我們教學上 一般的生活用上 應該Full HD還是夠 好 你點到輸出之後呢 選哪一個才能夠輸出Full HD 第三個 Windows的密電 你選擇這個 你選擇這個 平常是不用啦 如果你老是用購買的 那就很自由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特別版 所以才需要從這邊 那點到之後呢 你可以從這裡 選擇設定裡面 你可以看到 你看 有沒有一個叫做Full HD 有看到了嗎 你從上面選擇我們的Windows的Media 那麼在設定類型裡面 你就可以選擇Full HD 假設你要輸出比較高尺寸的話 那如果你一般的 像我們用1280啊 720其實也是不錯啊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邊 這樣有看到了齁 這兩個 24或30都可以啦 24或30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選擇 我先不要輸出那麼大 我就輸出小一點 用這個 好 那 從哪裡輸出 我只是現在設定對不對 輸出再看一下 輸出預設的位置 還是會放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所以如果你不要 請在這邊 先選好你要輸出的 檔案位置在哪邊 我還是放到左邊上好了 好放到左邊上 存檔 這樣就設定完成 最後你只要按下這裡 有沒有一個開始 這樣就OK啦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輸出出去 這樣 整個過程有了解了嗎 好所以我們剛剛那個欄目 綠目的去背 其實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應用方式 因為現在高中也好 國中也好 甚至連國小 有沒有都要瘋 畢業一定要拍影片 哈哈 這個也可以拍上用場啊 對啊 真的真的 所以其實蠻好玩的 不一定說一定只能用在教學上 我們用在生活上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好